大家好,我是東雲走的小豆包伯 東京是一個美食之都 很多人來東京旅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吃好吃的 米其林一顆新的拉麵 上等豬肉做出來的炸豬排 CP值超高的燒肉 高級巧克力做出來的聖代 甚至當地的異國料理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我們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東京的餐廳吧 鮑伯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樂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伯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樂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那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雖然四伯或關西一帶比較多烏龍麵的名店 但東京還是有幾家好吃的店 Oniyama 五反田本店 是五反田上班族的最愛 翻桌率超快因為你只能站著吃 家店的早上7點一路開到凌晨 麵的總類是讚奇烏龍麵 吃起來QQ的非常好入口 大家也可以點些配菜 比方說炸雞等等的 一餐吃下來應該1000塊日幣不到 另外一家讚奇烏龍麵 Tania 直接有職人做麵給你看 每天早上有腳踏 然後揉麵、切麵、過熱水 都是採純手工的方式 不加任何化學調味料 鮑勃點的Tania Special 有炸蝦、牛肉等等的配菜 在乾淨的環境下是這餐 頗有高級感的 東京自由的烏龍麵種類 五臟野烏龍麵 跟吃起來軟Q的香川烏龍麵 吃起來有點不一樣 吃起來超級有嚼勁 鮑勃推薦位於池袋的烏龍麵 就是這種烏龍麵的代表名店 店家定番肉汁烏龍麵的湯底十分夠味 吃起來像這種醬油拉麵的感覺 日本代表美食天丼以及天婦羅 要貴的可以超級貴 鮑勃可能吃不起 就來介紹兩家比較平價的名店 鮑勃加走路不用五分鐘的高原寺Tenske 真的是超級平價 可能比在台灣吃都便宜 特色就是老闆的絕活炸彈 你看真的像是跳舞一樣 哈哈 除了作秀以外 天婦羅當然也很好吃 外皮很酥脆不會太油 裡面的料非常的多汁 一個酷子裡面有好幾種不同的炸物可以享受 三隻雲站的徒手的伊士屋 是一家西元1889年就開業的老鋪 建築外觀就可以看得出來歷史 主角海蠻就直接養在外面 可以確保料理的時候保持鮮度 油的溫度也控管得很好 讓面衣不會太濕 吃起來有脆脆的口感 如果不喜歡炸物 想要來點稍微清淡一點的食物 可以試試看蕎麥麵 融獲米其林一新的玉校 會在表餐道的巷子裡面 使用自家製作的十個蕎麥 吃一口就知道大家所說的蕎麥麵的香味是什麼了 大家要記得細細的咀嚼喔 位於迪娃的 Takahashi 有職人夫妻經營 使用石舊研磨跟手打出來的蕎麥麵 蕎麥的香味十足 配上一口加了鴨肉的沾醬 好吃 吃完麵之後的沾醬可以加上蕎麥高湯 當成湯來喝 暖暖的很舒服 來日本雖然是以日料為主 但也不要小看法國料理 包裹來介紹三加米其林一新加持的法國料理 位於青山Dartouille的概念 就是Duve of Nature 使用最自然的食材 所做的法式料理 擁有獵人執招的主廚 親自去野外狩獵的盤子上 所看到的肉類 配上自己農場所產的蔬菜 以及契約農家的乳製品等等的 除了可以保證食材新鮮以外 也同時不造成太多自然的負擔 加餐廳也得了米其林的綠色星星 灰比壽歐的店內外以灰色為基調 看起來非常時尚 料理也真的十分有創意 如果沒有服務人員講解 你可能根本就猜不到味道怎麼樣 你看這個七龍珠 知道是啥嗎? 這看起來像毛豆的料理 是毛豆嗎? 這個雪茄河其實是甜點喔 真的推薦大家來試試他們的創意料理 很多法式料理店都會提供價格相對合理的中餐 比方說白金台的Rukanker 中午五六千日幣就有了 家店每一個季節都有不同的菜色 店有著小酒館的感覺 所以不會給訪客帶來太多的壓力 料理的特色就是傳統的法國料理 但是使用比較現代少有少脂肪的方式去烹調 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鰻魚飯是江戶時代舊的一種料理 其烹飪方式非常考驗廚師的技術 本所無技巧的蠻蟬 開業已經四十幾年了 有一對夫妻熱情的經營者 特色是點菜之後才會開始製作 透過主廚的慧眼 直接挑選新鮮的愛知餡餡和鰻魚 吃起來肉質柔軟 然後醬汁也是加了恰到好處 果真就開了四十幾年的老店啊 蠻家位於東長旗戰 招了四十二年創業 已經五十幾年了 據說是Honda創辦人本田宗藝朗的愛店 這家店為了顧客提供最上等的蠻魚 然後點餐之後現做 蠻魚跟醬汁真的是天造地色的一對 東京是壽司的激戰區 但鮑布也吃不起米其林級的壽司 那就來介紹兩家比較平價的吧 位於豐州市場的大和壽司 在主地的時代就已經是排隊名店 早上六點就開門了 好吃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新鮮 每天直接從豐州市場直送新鮮品價的高級魚貨 然後有師傅直接現場做給你吃 讓你回味無窮 如果覺得豐州有一點遠 也不想事前預約 可以試試看位在銀座的根式花丸回轉壽司 特色就是以北海道東面的根式市場的鮮魚為主 在輸送袋內部有很多壽司師傅 下單之後他們直接現場做 除了美味以外 在回轉壽司吃飯也是一種視覺的饗宴 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